今天的健身upup Leo教练要带观众朋友一起做的动作叫做分腿蹲 虽然只是简单的下蹲动作 但是呢要记得教练的叮铃 正确做好动作才能够避免运动伤害 现在呢马上就来看看教练的示范 记得也要跟着我们的影片一起动一动哦 哈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健身upup 我是身体旅行的教练Leo 今天要带大家做的动作叫做分腿蹲 主要训练内容是在你的大腿前侧骨四头肌 以及你的臀大肌 跟着我们一起训练吧 我们现在要示范的动作叫做分腿蹲 首先呢我们会先踩站姿 然后将你的右脚往前踩一步 这个步伐大约是你平常走路的1.5到2倍的距离 好那这个时候呢将你的脚尖朝前方 后脚的脚跟抬高 好然后呢慢慢的往下蹲 利用后脚的膝盖去找地板 好快肩肩地板之后呢 乘90度站起来 好下去吸气 上来吐 记得保持身体的中心线 脊椎往上延伸 吐气往上 好那这个动作呢 我们可以重复做10到15下 2到3组 好那当你在动作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是 你的膝盖啊这个地方 尽量不要超过脚尖 好因为我们是用后脚的膝盖往下去主导 也就是说当你的后脚膝盖开始启动的时候呢 前脚也会跟着一起下蹲 好所以就不用让你的身体往前冲了 那这个时候做完的话我们就换脚 好换脚也是一样 好步伐呢我们先抓好来往前踩一步 后脚跟抬起来 好眼睛直视前方之后呢 就可以慢慢的往下蹲 好主气站起来 好再来就是注意你的腰椎啊 不要过度的前凸 也就是说让你的整个中心线 都是保有拉起来的感觉 好身体挺直 好那如果说这个动作呢 你觉得会有点困难 因为可能有点不太稳定 那我们可以试着找一个阶梯板 好那我们做一个退阶的动作 好待会如果找到阶梯板的时候呢 我们一样把前脚踩上去 好前脚踩上去阶梯板 后脚的脚跟一样抬起来 好慢慢的向下蹲 吸气下 吐气上 好这样子蹲下去的时候呢 你的刺激感就不会那么的大 好那同时你比较更好的 去完成蹲下去的这个动作 好那同时做完的时候呢 一样要记得换边哦 两边的次数都要一样 好慢慢的下蹲 好吐气上 好前脚的重心是在脚跟 后脚是用脚尖顶住 这样的话你的重心才会落在中间哦 好 如果说你这个动作做得比较熟悉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在进阶的部分 好如果做进阶的方式的话呢 通常会找一个椅子 好将你的后脚踩在椅子上面 好我们先踩上去 好脚尖踩好之后呢 也是一样身体先挺直 慢慢的往下蹲 好那这个角度其实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如果说你想挑战一下的话呢 你可以尝试用比较高的这个椅子 去做这样的动作 好后脚抬高的深蹲哦 吐气上 好然后再接下来换脚 两边也是要一样 好次数是一样的 慢慢的下蹲 很好再一个 好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教的分腿蹲的动作 好那如果说在家里面训练的同时 你发现你的大腿前侧很紧绷 那你可以同时做一些舒缓的动作 比方说 好找一个墙面去扶着 然后将你的脚呢 抓住脚踝往后拉 拉起来伸展一下大腿的前侧 不是头肌 好那这边的话 会有助于伸展你的大腿前侧的这个肌肉 好才不会让你的膝盖 觉得紧紧的不太不舒服哦 OK 好那 希望大家可以在家里做到确实的动作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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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